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,生态两字贯穿全文,纲要提出要固件生态狼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,提升生态系统品质和稳定性。 本期湾区大视野,我们来到由广州知盛美誉的南沙湿地,游船、观鸟、赏红树林。 南沙湿地位于珠江三角洲几何中心,原为珠江入海口贪图,在上世纪围海造田的过程中逐渐成型。 到上世纪90年代,南沙湿地大量增种红树,逐年加大了对湿地的保护和旅游开发建设,形成碧波荡漾绿树成荫,荷花飘香万鸟齐飞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景。 目前南沙湿地的占地面积约为7平方公里,大概1万亩左右,也充分发挥着保护水土,海洋水源,调节气候这样的一个作用。 所以南沙湿地也被称为是广州之盛。 由于它良好的自然环境,每年也吸引着大量的候鸟来自过冬。 那截止到2018年底,我们南沙湿地监测到的候鸟种类达到了180个品种,那其中包含了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尾海雕,也包含了这个国际的宾威鸟类黑脸皮鹿等等。 每年在此,越冬的候鸟超过了10万只,所以湿地也已经成为了珠三角难得一见的这个候鸟天堂。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优越的地理环境,自然吸引了不少大湾区游客前来观赏度假。 坐上游船沿着湿地河道前行,红树林,芦苇荡,莲花池竟收于眼底。 在观鸟台上,候鸟栖息的动态一览无遗,漫步在荣莹大道,迎面而来最新鲜的植物香气。 就游了船,在红树林里面就会见到有很多白鹿,这些景色平时在城市里面是很难发现的。 游了船,我都发现蓝色湿地这边的环境保护是做得非常之好。 今天公司搞公司团建,然后看我们平常工作太辛苦,然后来让我们放松一下。 因为这里是湿地公园嘛,所以其实又靠海,然后水就比较多嘛。 然后比那种内陆的一些公园会比较更凉爽一点。 大湾区肯定环境要放在首位,然后再去想到经济发展嘛。 你要是破坏了环境,到时候你经济发展起来还是得环保,对吧。 粤港澳大湾区水鸟生态廊道建设规划提出至2025年,大湾区将建成水鸟生态廊道,提供更多的栖息地给珍贵野生水鸟安家入户。 南沙湿地未来也会以国际化的高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。 目前,南沙湿地已经是广东省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,每年也会接待来自港澳的中小学生进行湿地调研和交流学习,让下一代亲身体验环境保护的成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